你还想走是不是 不是大哥大姐您听我说 您真误会我了 这人真不是我撞的 我从车上下来的时候 他就已经躺在地下了 还想耍赖 我亲眼看你撞的人 要不是我拦得住你 你马上就跑了 大家看看啊 信不信外面这个大哥 他也是证明人 对 我就能做事 我亲眼看见的你 你开车撞的人老人家 你们 你们这不是不像好人吗 什么 我们冤枉你 如果不是我们见语语的话 姑娘 恐怕你早就开着车 跑了吧 对 没错 大家听听啊 小妹妹 我也很同情你 这事要是换了我 趁着交警没来 给老头掏点钱 这事不就算了吗 对啊 要不然这麻烦可大了 这老头骨折了 大姐 这要是真实钱能解决 那 我得谢谢您 我谢谢您 不用谢小妹妹 我们都是见语语 我给你看看老头去 大家都散散吧 姑娘 我们是真心想帮你啊 我们是真心想帮你啊 你刚才也看见了吗 那老人家都已经骨折了 你说这住院费 医药费 护工费 这都不少钱 我们哪尽量 跟老人家谈到最近 差不多了 注意点啊 你也不容易 谢谢您 从这里可以看出来 是骨折了 不过很奇怪 这应该是成就性骨折 不像是新状 你肯定吗 大夫 我肯定 谢谢 碰瓷的 碰瓷的 这把人太坏了 得好好治治他 谢谢 大夫 大姐 我 我就这么多钱了 您看行吗 少是少了点 可是我这人心眼软 要不我再跟你说说去 谢谢您 排情 挖个点 出门子硬啊 我可没求答 这话听得很溜 跟我走 你干什么的 走 来人哪 来人哪 马刘收拾东西给我滚蛋 听见没有 马刘滚蛋 快点 你警号做成 我去举报你 行啊你 还知道警号 我告诉你 我现在没有警号 你们还号称是建议勇为的 我跟你说啊 我就是建议勇为基金会的 抽空你们到基金会去一趟 我给你们切磋一下 滚 你给我等着 谢谢您 大律师 那 那一小时得多少钱 我说老肖啊 这不是抢劫吗 我 我说老肖啊 你再帮我找找 这找就是物美价廉的呗 对对对对 对 好好好 那麻烦你啊 正好我这儿有电话进来 我 我接一下 麻烦你啊 喂 老赵 怎么样 万何呢 万何呢 那可是个大的律师事务所 那得多少钱 你你你再帮我找找 我的意思 我的意思就是 找物美价廉的 对对对对 对对 这这对 你这才明白我的意思了 我呀现在是火烧眉毛了 要不然我也不会麻烦你 对 那麻烦你啊 麻烦你 好的 正好我这儿来客人了 好好好 再见再见 这位是王律师 王律师 王律师 这是我的名片 王律师 那你跟艺术长谈 好的 顺城律师事务所 王宇佳 你就是王宇佳 没错 那您可是个有名气的律师啊 我在报道上见过你 司法界上是很有名气的 不敢当 刘秘书长 贵基金会的孙理事长 托人找到我们事务所 想让我们事务所 做你们基金会的法律顾问 好好好 来 您请坐 请坐 不用客气 您看一下 这是我们事务所的收费价目表 收费方式 记费标准 这么贵 这只是咨询费用 第一次是免费的 之后呢按小时计价 如果需要调查的话 费用另算 后面有详细说明 王律师 我跟你说实话了 我也是刚调了 你也别叫我什么刘秘书长 我呢其实 知道您是名人 要不我还管你叫刘队 不 你管我叫什么都行 其实我要跟你说的就是 我们建议永违基金会没有钱 你看能不能给打个折 不好意思 本事务所没有打折的行李 王律师 这好歹也是公益事业 对不对 建议永违嘛 你出庭的费用 我们会全付的 但是呢 这个什么调查费啊 咨询费啊 能不能就 就见面 不好意思 本事务所也没有 这个先例 什么本事务所本事务所 还没有这个先例 我告诉你 就是因为你们 这样冷漠的人多了 社会上健毅勇为的人 和事才少了 人情味就越来越淡薄了 不打折就不打折 您这律师我请不起 请 您请 好 如果您还有什么事的话 请联系我们事务所 再见 什么玩意儿 我就不明白了 现在这些人都怎么了 上午我到医院去看老孙 老孙让我给建议永违的孙延斌 找一个律师 我们建议永违基机会呢 也需要请一个法律顾问 我当刑警这么多年了 认识人不少吧 我打了一下午电话 居然没有一个律师 愿意给基金会来干事 为什么 为什么 全都掉前沿里去了 下午来了个律师 挺年轻 在咱们城市还挺有名 架木表我一看 把我吓一跳 添架 把我气得 直接就把他轰出去了 你说说 那么多建议永违的英雄们 为了救人 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啊 有的都残疾了 可是这些律师呢 他们良心到哪儿去了 还是正面引导得太少了 前几天我们那儿来了一孩子 才十九岁 也是参与了抢劫杀人 来了以后啊 一直哭 我就问他 哭什么呀 他说 恨他爸妈 恨亲戚恨朋友 我又问他 为什么要恨他们 你猜他怎么说 他怎么说 他说 如果有人 在他最初偷东西的时候 去制止他 他就不会发展到今天 也就不会抢劫杀人了 我听到他这个话 对我震动很大 你知道吧 是 虽说犯罪是他自己不学好 可想想他说的话呀 不是全没道理 从那个孩子身上 我又想到了你 想到我什么 我就想啊 社会上正义的力量小了 那坏的事情就多了 你们公安呢 也就一天也不能消停 累死累活 也还是管不好治安 如果 社会上的人 遇到坏人坏事 都能挺身而出 让坏人像过街老鼠一样 人人喊打 那你们公安不就清静了 是啊 您说得有道理 现在社会上的正能量太少了 如果人人都考虑自扫门前雪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那长此一往不堪设想 看来坚以永远基金会的工作 不简单啊 是啊 你的担子不轻啊 这么说 您现在到建永远基金会了 对 不过小孙 你放心 甭管我在公安局 还是在基金会 你的案子一定给你破了 不过小孙 有件事情我得跟你说一下 建议永远基金会资金不足 请不起有名的大律师 所以呢 我们只能申请法律援助 但是你放心 法院给你指派的律师也是不错的 陆总 有名书长 我不是有律师了吗 有律师 王 谁啊 王宇佳 王宇佳 他怎么会是你的律师呢 你得给他多少钱啊 我没给他钱啊 他不是您派来的吗 我派来的 对啊 怎么回事 王宇佳 王律师 柳队 您这是看什么呢 我这身衣服有问题吗 衣服没有问题 人就不好说了 王律师 我刚从小孙那儿来 他告诉我说你同意 给他免费当辩护律师 这我就不明白了 昨天和今天 哪个才是真正的王宇佳呢 都是 不过昨天我代表的是我们事务所 公事公办 当然要收钱 而今天我代表的是我个人 所以我免费为孙延宾辩护 那太好了 您要是再能免费给我们基金会 当法律顾问 那就更好了 这个我可以考虑 真的 那好 那我代表基金会和小孙 感谢您 您先别急着谢我 虽然我不收钱 但我还是有条件的 什么条件 你说 这个 还是等我帮你们打赢了官司再说吧 另外还有一件事 我想去一趟交通队 私下的 您跟他们熟 希望您可安排一下 没问题 给你添麻烦了啊 没事了 等有什么消息 一定给我打电话 放心吧 刘队 好 好 请请请 王律师 你觉得咱们赢的可能性有多大 我的工作是建立在可信的证据基础之上 在没有了解证据的时候 我没办法做出平衡 不过还是那句话 我会尽全力的 孙颜斌就是见义有位 如果判她是交通肇事 那就太冤枉她了 刘队 现在已经认定郑三友 自己犯罪嫌疑人了吗 没有 这就是了 只是孙颜斌自己认定 郑三友 是抢劫银行的犯罪嫌疑人 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 郑三友是银行抢劫犯的 可能性很大 就算最后证实了郑三友 是抢劫银行的犯罪嫌疑人 认定孙颜斌是见义勇为 可是如果证实了孙颜斌 确实撞死了郑三友 那就要看孙颜斌的主观 和客观行为有什么不当 如果现场的痕迹证明 孙颜斌在主观和客观上 都有故意杀死郑三友的意愿和行动 并导致了郑三友的死亡 那么不管是不是监狱勇为 孙颜斌都触犯了法律 刘队 法律是公正的 但有时候也是无情的 这一点您应该比我清楚 王律师 您说的有道理 您要不要再到现场去看一下 我确实要去现场看一下 不过我自己去就可以了 我和那儿的交警比较熟 我跟你一起去吧 刘队 我习惯自己查案 好好 那我先走了 好